2020年2月24日 星期一 关于保持正能量的五个秘密 一者喜悦富足佛缘 我们的身边总有这样两种人 有一种人一天到晚都感觉有始不完的劲 总是精力充沛 活力四射 另外一种看着就让维米不振 灰头土脸 无精打采 浑浑噩噩的 二者对比之下 前者更像一个孩子 后者更如一个老人 是什么会造成这样截然不同的结果呢 那就是取决于我们自身生命能量的多少 如果大家仔细观察就会发现 有的人总是活力充沛 激情澎湃 他的一言一行 一举一动都有强大的感染力和号召力 与他在一起时 大家都会情不自禁感到快乐 而有的人总是悲观 沮丧 消极 懒惰 与他在一起时 任何人都感到莫名的压抑和不快乐 有的人浑身散发着喜悦与爱的能量 就像绽放中的美丽花朵 给每一个接近他的人带来愉悦的感受 有的人浑身充斥着冷酷 自私与怀疑的能量 这种能量可能会下退 本想亲近他的人 能量虽然有多种不同的类型 但对于人的能量场来说 我们可以将能量划分为两大类别 不能量和正能量 使我们消极 低落 自卑 沮丧 丧失 斗志 找不到生活乐趣和目标的 就是极其糟糕的 不能量 一个人生命的振动形式 越是以不能量的状态存在 他的生活可能变得糟糕 而使我们充满热情与信心 让我们永远乐观 积极 阳光 自信 使我们能展现出 无穷魅力的 就是美好的正能量 如果我们能有意识地 让自己持续处在正面的能量场中 那么成功与幸福将是 唾手可能 为什么不同的能量 会使我们的生命出现 完全不同的结果 这是因为能量具有吸引性和传染性两大特性 所谓吸引性就是说 相同振动频率的能量会互相吸引 引起共振 所以负能量往往会吸引坏事 而正能量才会吸引好事 乌漏偏逢联姻与锦上添花 好事成双等说的都是能量的吸引性和共振性 此外能量还具有传染的特性 长时间跟某种能量的人一起 我们就会感染他的能量 静珠者赤 静默者黑 说的都是能量的传染性 那么我们如何才能让自己 时时刻刻都拥有强大的正能量呢 秘密一 锁定好你的焦点 我们的生活 我们身上所拥有的正负能量的比例 完全是由我们看待事物的角度和心态 即所关注的焦点来决定的 当我们能够掌控好自己所关注的焦点时 我们就把握了生命的主动权 能量法则最重要的原理就是 我们关注什么 我们自己就是什么 什么就会越多 如果我们向自己 向他人 向世界传递和发射了很多负面的能量 那这个负面能量首先会回馈给我们自己 我们生命中的负能量就会发生灾难性的增长 如果我们能真诚地向自己 向他人 向世界传递和发射爱感恩与欣赏的能量 那么首先被爱感恩与欣赏的能量滋养的也是我们自己 我们的人生一定会越来越好 幸福成功和喜悦将永远与我们相伴 秘密二对于负能量不要抵制 只能转化 能量原理中一项很重要的法则就是 我们抵触的东西是我们害怕的东西 我们试图消除的东西都一定会持续存在 因为无论我们抵触什么 我们害怕什么 我们恐惧什么 我们都是在给他关注 而给他们关注也就是意味着给他能量 所以我们抵触的东西往往会持续存在 并且它的能量会越来越强大 秘密三 管理好语言 视听与生活环境 我们的语言是一种频度极高的能量 当我们在祝福别人的时候 实际上自己也在被祝福 当我们在咒骂别人的时候 自己也在被咒骂 我们攻击别人 其实等于是在自我攻击 我们攻击别人一万次 就相当于自我攻击一万次 因为我们是最终于自己感受的那个人 秘密四 分享带来更多美好能量 在一生中 我们奉献给予的越多 我们帮助的人越多 我们的生命就越有价值 我们的正能量就会越强 当我们另于付出 另于给予时 也就是生命凋谢的开始 秘密五 爱与感恩创造世间最大的正能量 感恩穿越时空 改变我们的过去 感恩塑造喜悦 彰显我们的现在 感恩梦想成真 创造我们的未来 懂得感恩的人 心中必有爱 有爱的人才会对生活充满期待 有期待就会去追求幸福 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就会不自觉地寻找 并积极获得正能量 所谓赠人玫瑰手留余香 这里的余香 其实就是一种正能量的体现 怨天尤人的人 只会被人遗忘在墙角 然后自怨自爱 因为他们生命中缺少正能量 一个人如果学会 并且试着去关注美好 去做分享 去感恩 去奉献爱心 去让自己生活在阳光效语下 根据能量的两大特征 你的生命自然就会充满正能量 谢谢收听 感恩祝福 知识堂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